投资房到底是怎么挣钱的 Nice 大家好我是Gladys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投资房到底是怎么挣钱的 哪种挣钱的方式最适合你 首先投资房分为两种挣钱方式 一种就是赚这个房子的升值 Appreciation 比如说这个我觉得更适合在加州 纽约一些或者拉斯维加斯暴涨 这样说是不太好 反正这比较幅度比较大 你三岁买的房子 它变成了剩到70万 你卖了挣了40万差价 这种叫挣Appreciation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挣现金流 英文叫Cashflow 那么我觉得这种就适合一些房价比较低 租金还比较高的城市 比如说德州 像休斯顿 所谓的现金流 基本就是以租养贷 以租养贷的就是你的房租 可以来覆盖你的贷款 那么以前来说 20%到25%的首付 都已经在休斯顿这种地方 可以做到一个正的现金流 就是你每个不用自己再贴钱 去还这个房贷 当然在去年的一年里 这个房价暴涨 可以说一年涨出5到6年的 这个房屋升级的 这个这么一个额度 非常夸张 那么现在来说 你想做到正的现金流的话 我想可能至少25%到30 你就不用去贴钱 那么有人就会问我了 这两种方式 你觉得哪种挣钱更好 是挣升纸好呀 还是挣现金流好 我觉得这个没有说纯粹的好 哪个更好 而是说更适合谁 比如说有的人 他可以承受玫瑰去贴钱 因为你买比较就说生殖的房子 可能比较贵一些 那可能每个你就要去 在out of pocket 在贴点钱还这个房贷 那对于大部分的 这个公司阶层来说呢 买个房子 其实可能更想是 做一个理财计划 就是掏出个首付 然后就每个月不用贴钱 那其实我自己呢 也比较属于 正现金流的那种investor 我不想因为买个投资房 给自己每个月生活 造成很大的负担 就还得贴钱 我觉得太累了 所以我能买的呢 我觉得房租 可以自己来供房贷 不会给我造成 很大压力的那种 那么刚刚在我的 那个1631视频里 我也分享了 我自己的案例 就是我买了一套 价值50万美金的 农场房投资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 50万美金 在西村队这个地方 可以买一套相当不错的 自住房了 就这个投资金额 其实说实话挺高的 我记得我当时的房贷呢 是一个月3千亿 所谓这个3千亿呢 是包括了地产税 然后房屋保险 就都包的那种 因为农场房 它是没有HOA 没有物业的 那么当时我的房租价格 也就只不过是3000块钱 也就是说我一个月 还要给房子贴个一两百块钱 甚至有时候维修费 我还要自己去修 因为它老嘛 就我当时买它 我是很看重它的升值的潜力 因为我觉得占地大的房子 就是越来越少 那么也实时证明 我这个看法是对的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我挣了差不多15万美金 也就是说我10万块钱的 最初投资成本 然后我翻到了15万 可以说变成了 150倍的回报吧 如果你只算这个本金的话 还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呢 回答你们的问题 就这个两种方式吧 其实真的没有说 谁一定就比谁好 就真的就是看房子 看机会它本身 更是说 在你自己能够承受的压力 和经济范围之内 你觉得可以 你学会了吗